大家熟悉的几位90后当红小花旦中,迪丽热巴近几年的资源算得上是比较多,比起杨幂、杨子、李沁等人。 即便他出圈比较晚,但是凭借的出色的外表依旧软萌的性格,备受网友的支持很喜爱。 前一段时间,他和杨阳主演的《你是我的荣耀》备受好评,一经上映就获得了非常高的收视率和口碑。 众所周知,迪丽热巴是来自新疆的美女,她不仅长着一张青子的瓜子脸,还多一份抑郁的美感,非常有女神发。 2月23日有8块媒体曝出锦里热巴的一组工作,照照片中举例了把,身穿黑色的小吊带和黑色的紧身裤。 骑在摩托上面非常的酷,给人一种超级女特工的感觉。 但这组工作照切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吐槽,不少网友表示迪丽热巴可能因为长时间没有进行身材管理,离开了精修迪丽热巴暴露了大象腿。 并且她的小腹容器的特别明显,看起来像孕妇一样,网友直呼,该减肥了。 对此也有网友表示不赞同,这分明是在挑刺而这样做着,即便是在瘦的人这样做着也会把肚子折叠起来。 但她这个身材状态没在说说有小肚子,这是衣服和视觉的原因。 还有网友甚至将矛头直接转向了男明星,现在大部分网友对女明星的要求过于严苛,而对男明星来说就比较轻松。 有的男明星甚至是发福都没说些什么,而迪丽热巴因为这样做却被骂,不注意身材管理,这样做真的有点过于苛刻。 无论是谁坐在这个汽车上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小肚子突出的问题单从迪丽热巴的手臂和脸上来看完全没有发福的样子,她的脸依旧像以前一样只有巴掌大小。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有完美的下额线,在高清相机的情况下难免会有将人照得胖的时候,迪丽热巴真的已经非常瘦了,不要轻信键盘侠的话。 根据网友的爆料,迪丽热巴与黄景瑜即将合作的新剧是我们的新时代也快开机了。 和任嘉伦合作的新剧与君出相识也将要播出,真的非常期待。 近日,她的新作品也开机了名为爱情高级定制,听剧名感觉也是一部很甜的偶像剧了。 这一次除了要继续欣赏热巴的美颜之外呢,也期待她在角色上能有所突破。 不得不说,迪丽热巴的演技比她刚出道时好了太多了,那么大家喜欢这样的迪丽热巴吗?